我脚下都是垃圾 由这垃圾往正前看 是一片芦苇 芦苇在湾一远处 我手指指的那方向 你看见有像飞机跑道上的那个 指示灯一样闪闪亮的那个白尺灯 那就是海陀山 海陀山就是奥运会 据说是亚洲最高的自然的 那个叫什么 是叫速降吧 我不会滑水滑雪 我穷人就是要在那 以前山上都有树 现在看不见树了 因为要在那修滑雪的跑道 所以暂时这树秃了 据说以后就好 由我这往下 这么走过来 都是官厅水库 远处都是风车 能看见风车 在水上白天会特热 因为水上有两个太阳 怎么会有两个太阳呢 一个太阳在天上 一个太阳在水里 所以去水灾的时候 那记者都会被辐射了 那时候河南 1991年吧 发大水 我去的地我就被辐射了 因为固史县 淮宾县 就河南的穷地 都是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臭水 你说这水没事 水上都飘着屎 你想要一发大水 那个 猪圈 厕所呀 农村臭大粪 全飘在水上 现在官厅这水库 实际是一个盆地 这个盆地在 我现在绕360度 我跟孤昏野鬼似的 一个人在这 在这也能招了妖警 什么狐狸之类的 什么的 我来这就是叫 孤猫苏利翁 独掉寒江雪 大夏天的 我在这等母狐狸 也等不着 那个这种湿地呢 特像那个 那叫什么 黄河湿地 我知道了黄河 最大的湿地公园 一个是在黄河 快入海的时候 来东营 更大的一个是在河北 不是在河北 在陕西 就是陕西黄河出 龙门以下 就是韩信 跟那个刘邦 向羽打架的那一带 因为黄河在那特宽 水流特别急 寒信 汤着水就能过河 河以西 就是陕西 河以东 就是山西 说勤进之好 就是他们白天打架 晚上又打炮 又睡觉在一起 在欧洲也是 就是奥地利 哈布斯堡家族 马克西米利安说 我们在战场上 干不成的事 要在床上摆平他们 我这么一个人说话 会不会招了你狐狸精 这个地儿 在我的手指那方向 有三个山包 那三包叫什么山 叫龟山 还是蛇山 还是叫什么 卧牛山 你看最前面像牛 现在是八一电影制片厂 前一段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拍摄基地 后来老邓跟我说 八一场解散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谣言 那老孙是CATV军事部技术部主任 总共争执打笑 他说的可能靠谱 现在看那个三个山上边 也看不见有什么拍摄的东西 这个地儿呢 就是官厅水库里边的最高的制高点 在我背后这一片 就是官厅水库 但是水库边上垃圾什么比较多 让人看了 有点是 而且我闻见的味儿 就是那气味儿不那么好闻 应该这地方是封口 官厅水库边上就是张家口 张家口就是长城边上的口 长城就是塞内塞外的那个塞 那个高墙 现在墙都是抽象的了 古代墙都是最西边 其出阳关屋 古人阳关一息 都是草长城 然后是黄土长城 到了北京地经边上才有砖长城跟石头长城 给皇帝看的 长城离北京越远 长城越扯淡 但是长城是一条界线 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 以南是农耕文明 以北是游牧文明 就是我们说的少数民族 蒙古人 什么雄奴 突厥 就那些人 在这些口子 尤其张家口有三大特点 是别人地没有的 第一 就是封口 这是封大 长城边上塞外都封大 所以口外 长好多东西是我们没有的 封大空气就清新 反之 你像这个水库再往下 北京就是个盆地 盆地就容易积累那些污浊的空气 就是我们说的霾 除非有大风才有晴朗的天 这边是解放区的 以前那时候 国民党反动派的时候 这边张家口这边 都是解放军控制的解放区 叫苏区 因为在北边就是蒙古 蒙古在北边就是 蒙古首都不是叫乌兰巴托吗 乌兰就是红色 巴托就是蒙古语巴特 那意思就是红军之城 往北边就是苏区 是解放区的天 所以你看我背后那个 亮的那边就是北方 就是北上抗日啊 长城北上啊 都是朝那个方向走 这个地第一就是风大 我刚才说风口 第二呢就是 那个日照辐射大 水面上两个太阳 所以白天来就得戴个帽子 打个伞 打个伞都没用 水面那太阳还会辐射你 风大 水大 辐射大 啊 啊 对 这两个 刚才我说两个资源了 一个是风力资源 所以远处有好多风车 在一个太阳的辐射资源 这有充足的太阳能 太阳能呢 人都不知道利用 但植物会利用 所以当地就出那个苹果 我那小学妹那苹果 说就这边产的 啊 我 我什么事让他们那侦查一下 是不是这 然后那个风大 水大 太阳大 更一个呢 就是现在好像停止开采了 这一代是煤矿 应该产煤 自古以来这有三个能大 煤能 太阳能跟风能 呃 以前这一代就是一个洼地 那时候 是叫淮来县吧 淮来县的县城 就是在这水坑里边 啊 就是在这水坑里边 啊 后来是新中国建立了 学习苏联老大哥 啊 要建水库 所以就在这 就建了这个水库 这个水库呢 张立口一带是有一个山 叫阴山 就赤了哥阴山下 什么天苍苍 野茫茫 风水草地 陷牛羊 就这种样啊 再有一个呢 就是 我要想说什么来着啊 后来是新中国 学苏联老大哥 这边呢 就呃 伟大领就说 一定要把黄河市的 事情办好 然后黄河市的 事情办好 其他事都也办 嗯 然后就修水库 中国北方修了 好多好多水库 嗯 这一代 尤其修了好多水库 啊 呃 据说张家口这一代啊 呃 呃 修了多少水库呢 一共张家口全市 水库就修了93座 这93座还不算 我背后这最大的这水库 最大的是这水库 就是官厅水库 官厅水库的水 主要是两条河来的 一个就是阳河 那个河北人爱喝那阳河大区 就是那个阳河的水 再一条就是三干河 三哥就是右派丁玲啊 丁玲跟毛出去 关系也不错 得过斯大林文学奖 太阳照在三干河上的水 这两条河的水都灌到了 怀来县县县城 就淹出了我目前的 这个 怀来水库 怀来水库的时候 往下流 进入永定河 就进了北京 进了门头沟 但这个水呢 据说是北京用的工业的水 不是引用的水 引用的水是更大的 北边的密云水库那个水库的水 那是引用水 这是工业水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所以如果说工业水 这扔点垃圾也就无所谓了 我这一段扯淡的话 从垃圾开始 又从垃圾结束 其实我就是一垃圾